欢乐有缘女子公开赛 在风和日丽的利益高尔夫球场 展开第二回合较量 要是你以为前一轮打出67赶的最强新人 吴嘉燕已经很猛了 那可就大错特错 因为今天的吴嘉燕表现更夸张 只能用没有极限来形容 开赛前两栋就连续抓下小鸟 宣示夺冠决心 后者栋手感持续加温 各种好球连发 吴嘉燕全场缴出8级Burdy 没有吞下任何Boogie 标出全场最低的64赶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一口气将领先优势扩大到9赶 距离今年的第三赶只差一步之遥 昨天前面就是判读没有太准 那前面也是一直忍啊一直忍 然后再到后面就进一颗了 就那个手感就来了 那今天是一开始下去就打到洞边了 所以就一开始下去就有Burdy 那也是判读上也是有比昨天好一点 本轮表现亮眼的还有女将蔡兴恩 以及业余好手黄亭轩 分别找出68以及66赶站上领先集团 欢乐有缘 女子公开赛最终轮决战 请持续锁定博斯高车二台为您完整呈现